你现在做那个建筑室这块的话 工龄的话是几年了 第四年了已经 建筑行业的话这块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讲个范围就可以 现在新人的话大概是4000左右吧 然后像我们这种四五年的级别的话是 4500以后到5000出版之间 怎么跳这么低 新人是4000 但是你四五年还是在4500到5000 对 四五年就跳了500 我刚刚工作那一回其实只有3000万的 然后2021到2022年之间 它那个行情那一年的那个不动场行情特别好 所以所有公司直接全部都涨了30%工资 那一年我就 我也就直接从3000跳到了那个4000 然后我们公司的那个新人 都是3700 3800这样开始进来的 你那个公司规模的话大概是在韩国属于什么 现在是一个中等的建筑室事务所 大概有30多40个人左右 在韩国建筑室的话 如果事务所达到30%就算比较大了是吧 对 一般的话建筑室事务所差不多有五个人左右 一般五个人左右 但是那种小型事务所的话 他们的公司水平会特别低 可能就2000多万 一个新人的一个标准 还是比较少的 建筑室这个行业 以你个人看的话 这是一个虽然是造谣的行业 还是就是这个行业是属于长期就是新一项的行业 其实现在已经在慢慢走向没落了 楼还是要建的吧 楼还是要建的 一直会有建筑室这个职业的 但是他会根据就不动场这个行情还有那个金融的行情都会 就不停走上坡路下坡路嘛 相当于就相当于说这几年 整个全球经济其实都不是很好 然后韩国这个确实有点疲软嘛 所以就建设行业的那个建设量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整个项目的量就急距急转直下了 现在的话比起21年的会大概有收水了50%左右 21年的时候 对 那你们就做建筑环业这一块的话 其实对韩国那个房地产整个趋势以及那个房价 其实这块还是信息还是蛮敏感的了 对 因为韩国的房地产怎么一个趋势的话 建筑那个订单量下单量的都能完全体现出来 对 包括就是说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要建那个apart 然后apart大概随建的 然后大概它的价格可以卖到多少 其实大概会有点数了其实 怪不得你找房子这么会找 就是感觉这个地段的话 这个价位的话就感觉性价比很高 不会说做建筑这一块大概的话对房子什么一些 会有了解是吧 对 会会有 就是自己也会经常看一些不动产新闻吗 就大概了解一下最近哪个地方可能要开发了什么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们总是会吃新闻 韩国在哪里比较适合买房 想在韩国买房 或者是韩国最近的房价是不是适合买 我想听听你这边作为一个做建筑是这块的一个意见 其实最近的话 除了apart这一这一类型的那个建筑 其他建筑就包括酒店啊 公共建筑这一类可能就一直在下滑 但是不动场的话其实一直都是会上涨的 包括他可能这两年虽然说那个再开发这种项目会暂时停止一些 但是最近又开始了 最近又宣布说要再继续开发新灵洞那一边 还有那个潘坡洞那一带也是准备开发了 怎么看都是会往上涨 包括京西岛都会走的 但是前几年不是跌的比较厉害吗 那一两年的话 因为那个金融贷款一直出不来嘛 对嘛 金融贷款一直出不来 那这两年的话 利息降的一些 然后大家买房的一个热情 其实小顿也说会更高了 你有在这边有计划买房这个打算吗 我现在有在打算这个事情 就是也在研究贷款啊或者是这个 对 其实大概从今年年初吧也有去就经济周边地段看了一些房子嘛 然后但是也还没想好说到底要去哪 因为毕竟离公司有点远 主要是考虑到个人公司原因 对 买房是吧 小白他们新来韩国他们想在韩国买房的话 让你觉得目前的时机也不算是个很坏的时机了 差不多是什么 目前其实可以住手我觉得可以住手 现在因为利息也比较低一些嘛 然后那个房价相比21年到那回 其实也降了挺多的 利息现在是百分之 现在按外国人的话百分之四是可以的 但是本国人如果和韩国人结婚那种 他们卡中的话百分之二应该也有 现在已经降了这么多了 降了挺多了 我走去年前年还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的 我走的是银行当保还是 就银行那个出台担保 那个时候会高钱 那个时候百分之五百分之八都有 如果是作为一个就是刚来韩国人他们 他没有什么上班区域局限性的话 你建议他买什么地段 如果不一定是非要首额的话 其实经济到到平折内大概其实也挺好的 理由是什么就是房价的空间大吗 空间会大一些 然后往后的话评测感那一台其实会一直往上涨的 然后还有通汤 通汤 通汤最近挺火的其实 因为他刚好那个GTX进去了嘛 所以最近这几年的话应该也会往上涨 目前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也在看那边那边去的 那边的话大概apart的价位大概是什么区间性 现在apart洗水的话应该得到五亿的左右了 Pontai和Libn是吧 Pontai的五亿左右 通汤的话4.5左右 84平方米的一种 84平 但是同汤的话 好像上上走才 才就是奋养了最后一套房嘛 那时候就是说那个国民乐透 290万对立的那一个 那个因为就是他84平方米最后只开出了4.5亿的价格 确实就真的就挺低的 而且刚好门口就是那个高速列车 那一代的话可能这这几年都会一直往上涨 所以你们那个做这块建筑行业的话 后台其实也有一个数据和系的客流量 以及那个清房设计之类的话 就跟整个房价的整个购买趋势 其实成正相关的是吧 基本上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买房的话就会找你们建筑师来 做一些事业设计 或者是一些装房设计之类的 这个到关系不大 其实主要还是看开发商的 开发商他搞定了这一整个老旧小区 就整个老旧片区这些建筑组嘛 然后建筑组们就同意说 这个请这个开发商来 开发他们这一个地段 那所有的那个人就让开发商来找我们嘛